亲爱的弟兄 我是志成 在这集录音中 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 正文24章的第七节 相会之处 那我想这个相会之处呢 指的应该是你跟你的实相 或者说你跟你的弟兄的那个相会之处吧 因为他讲到说 我们的特殊性跟我们的自信 这两个是平行线 并没有真正的相会之处 因为一个实相一个幻象 好那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段呢 说凡是受世界束缚的人 都会不择手段的去维护自己的特殊性 那或者说你因为要追寻特殊性 所以才会跑到这个世界来 然后才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束缚 好那么就像第三句所说的 特殊性所提的要求 他丝毫不敢怠慢 那么其实你就看一看人们为了赚钱 可以怎么样的无所不用其极 可以怎么样的不择手段 这个我们都看多了 那就很好地印证他这句话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其实赚钱并不是真的为了求生存 尤其是在现代国家 你就算是一辈子都不赚钱 你其实也不会真的饿死 那赚钱呢 其实是为了特殊性 而赢过别人 那么为了这个赢过别人 为了这个特殊性 然后为了过上所谓更好的生活 甚至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那么他说呢 他无法拒绝这个挚爱的要求 特殊性一发生 他就听不见其他的声音了 包括上主的天音在内 当然了 因为你听的是小五的声音 那么小五的声音呢 跟上主的声音 你只能听到一个 如果你听了一个 你就不可能听见另外的一个 这两个声音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他说 为了使他的特殊性 不受轻描 攻击 怀疑 威胁 或得不到特殊领域 不论费尽多少心血 付出多高的代价 似乎都是值得的 所以我们为了追求特殊性 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不管是金钱 或者是身材 或者是物质的享受 等等 那么就像我们听到的 这个赔钱的生意没有人做 但是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就甚至是 到要失去很多的特殊性 然后来抓取到那么一个特殊性 你都愿意 就是所谓无所不用其极 那有时候也产生了很多 很矛盾的一个结果 为了寻求特殊性 丧失了更多特殊性 甚至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小偶的世界 永远是矛盾的 好 那下面第二段呢 第二句开始 他说 所有的创造不论是受造或者是创造 已生或者是未生 尚未来临或者已经过去了 始终存在于你的弟兄之内 这看起来有点费解 但其实他讲的事情就是说 不论你脑海中出现什么事物 不论你想到的是什么 他们的实相都是永恒的 所以他下面一句 他内的一切都是永恒不一的 是在讲实相是永恒的 即使是一个未出生的婴儿 或者说已经死去的老人 他们的形象 不是形象 他们的实相 实相都是永恒的 不会因为他未出生 或者因为他已经过世 而有所改变 那么中间第六句呢 他说 你以前献给特殊性的所有共品 其实都是属于他的 也因而得以重归于你 那这个共品到底是指什么呢 就是下面一句所说的 所有的爱心照顾保护 日夜思想 然后深度关怀 以及认定 这就是你的强大信念 都应该归于你的弟兄 也就是说 你把这些献给的特殊性 你为他提供的保护 各种保护 你爱他 你相信他 甚至你膜拜他 把他当成宗教一样的 但是这些呢 应该都要归于你的弟兄 这个弟兄呢 其实指的也是 你的实相 不是指幻象的那个弟兄 是指 你跟弟兄共聚的那个 灵性实相 所以你爱的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对你来说 就是真实的 然后 你会不计一切代价去追求他 好 那下面第三段呢 他说 当你还受特殊性摆布之际 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的真正价值 那么他说 你一旦认出他的神圣性 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价值 所以只有灵性实相 那个神圣性里面 你才能够看到真正的价值所在 那么在特殊性里面呢 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真正的价值的 而且他还说什么呢 他说不要再把特殊性弄假成真了 如果他变成你的实相的话 你就会彻底迷失 其实这很容易可以理解 你就想嘛 你如何去评价你事情呢 是你过去做了什么事吗 或者你的一些丰功伟业 或者你说的什么 或者别人眼中的你是怎么样 那如果说 你是用别人对你的评价 来评价你自己的话 这一定会彻底迷失的 而且会 你会不断地处在矛盾跟疑惑之中 因为别人对你的评价是不稳定的 我们每个人都遇过 有的人对我们有很差的评价 给差评 然后也有人会给我们极高的评价 有的时候是得到一颗星 有的时候得到五颗星 那你说你到底是几颗星呢 好 那下面的第四段 中间他说 身体的健康或损害 就细于你的这一念 如果你只是用它来装扮门面 来引诱别人 就是用你的身体 那么赋予它一种高级时尚的意义 可能就是在穿衣着装的方面吧 然后为自己的怨恨打造一个赏心悦目的外框 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其实是有恨的 如果你想要在这上面追求特殊性 你会发现小我其实也同时会在身体上面投射憎恨跟定罪 这听起来很矛盾 对不对 但是前面我们有讲到 特殊性跟定罪 其实是一个同版两面 所以他说当你这么去努力的去 营造一个健康亮丽的外表的时候 其实是以腐朽及死亡诅咒了自己的身体 就是把死亡之念投射在了自己身体的上头 那么因为特殊性是小我 但是小我它也连带着什么 就是追究分裂死亡这些东西 所以你不可能只要特殊性而不要其他这些东西 所以很矛盾 但是这也需要很深的觉察 极深的觉察 就是说当我们拼命的在追求身体的健康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 或者身体的外表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很害怕 就是很害怕这个身体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那这个恐惧的底层呢 又有一个死亡意念在里面 好那下面第五端的第四句 它说永恒不朽之物是岭然不可侵犯的 无常的世界对它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所以它不断地在对比特殊性是无常的 然后你的灵性实相才是永恒不变的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节 也是二十四章的最后一节 接近尾声的它的前半 好那我们在今年19年的3月21号到24号的几天呢 这是四五六日 好那么在大陆的黄山附近呢 有开办工作坊 好那么我们找了一个很不错的民宿 但是因为是早在淡季 所以价格非常的优惠 好然后呢 我们举办的工作坊 它是新的一个主题 潜意识然后与金钱 那我会跟你仔细来剖析奇迹课程里面 有关潜意识的种种 然后还要把潜意识跟我们的日常生活 做一个紧密结合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探讨潜意识与金钱的关系 然后围绕在金钱的一些课题 我们都会在这次的工作坊来给大家解析 那么很欢迎你一起来学习跟参加 谢谢大家